草屯镇九九峰登山步道 远眺可以看见草屯市区 后座群山围绕 风景相当优美空气清新 吸引了许多爱好登山的民众及临近居民 但登山步道还有部分没有修缮完成 先议员廖子佑也跟随居民及山友前往实地会堪 很多爱好八山的好朋友 常常来我们这个旧旧风 这条红山步道来这八山 也影响我们这里的风景 我想我们现在看到沿路来 这个我们的步道有些改善 也有经过我们当地有很多八山 第一建议就是说 我们现在驾驾这个地方 过去我们建立好的时候 这里有一个凉亭 可以在这里关上风景 也希望有一个遮阳的地方 爱好登山的居民 不仅相当喜爱九九峰的美景 更希望能够让更多人知道草屯有这么好的视野与风景 其实我们QQ峰 这个地点在我们这个中部的地方 是最近的最美的地方 但是现在在这个地方 这么美的地方 有限平衡很多 我感觉这是一个设计一个很好的机会 让还有很多人来到这里 我相信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 要整合整个QQ峰的建设 不是只有QQ峰这条步道 千亿员廖子佑希望能够增长这条登山步道 打造更完善的景观地区 吸引更多游客到此休闲旅游 促进地方发展 这个580高地 是本市过去一定在建设希望 可以把这条领先步道 延续到580高地 让我们这条领域 可以成为一个 既是登山客喜爱 也是大家一般的观光客 喜欢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观光地点 我想这个可以带动很多地方的人群 居民、山友与廖子佑议员 不仅希望相关单位能够及时广益 让这条登山步道可以开闭得更加完善 更希望相关单位能够紧速处理破损的地方 确保民众出入的安危 接着刘永远草存采访报道